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恭贺沈阳,辽沈战役结束。 就在解放军攻入国民党沈阳指挥部的时候,蒋介石刚任命不久的东北矫总总司令魏力皇已经带着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乘专机从沈阳经葫芦岛撤回了北平。 这天,在北平府人大学上学的魏道然接到消息后,前去机场接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而就在魏力皇到达北平后不久,蒋介石便下令对魏力皇撤职查办。 原令说,东北矫匪总司令魏力皇迟疑不决,坐实军机,置失重镇,着急撤职查办,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全部推在魏力皇身上。 没在一个星期就发表说魏力皇撤职查办这个事情。光有个电报公布,实际没有,什么没有,实际什么都没有,也就在那儿待着。 因为蒋介石,与他没有关,与他没有关系嘛。 廖洋兵团一被扶,一划,全军覆没,蒋介石电报大了,就所有的权,通通通叫我父亲管。 伴随着解放军的大军压境,北平即将失守。 正在接受撤职查办的魏力皇还迟迟不见查办自己的动静,于是决定去广州暂闭一事。 北平也不行了,附属也已经不行了,时间问题了。 傅先生也讲,你要向哪儿走呢,你就随便。 说是查办,那么查谁来查?谁来查?就用我来查。 我是最高的嘛,我来查,查谁?查谁?查在头上就,因为开会的时候傅先生在, 开会的时候在最后傅先生在查,查谁? 查就查到讲,在总统头上。 你呢,想干不去干什么? 他说呢,回南京呢,他没有叫我去,蒋介石没,总统没有叫我去,我的家倒是在南京。 南京也挺乱,他还没有叫我去。 我现在是什么,我没有,我车子查办了,我没有职务了,我什么职务没有了。 我就包一架飞机,因为我跟陈拉德的关系太好。 陈拉德有个航空公司在这里,东北的空运就靠它,效率高。 我就跟他讲,我就包一架飞机。陈拉德说我不要得钱,我拍一架飞机,我不要得钱。 1948年12月中旬,刚到广州的魏力皇用儿子魏道然的身份,在广州的一家酒店登记住宿。 而此时的他,似乎对自己的处境并不紧张。 四十几口人包下酒店的两层楼,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他的步下来,他的高唱来就讲了,叫我去讲。 说是你在,这个广州是边界,你要走就快点走,到香港就没事了。 你在这儿带着这个爱群酒店,这个酒店,你在这儿晃晃又一晃,你这东西不是招事情吗? 叫我去讲。他们不敢讲,叫我去讲。 我就去跟他讲,说那个高三什么的,讲这个事情。 说你要走就跟他早点走,你弄这么大个派头,四派在此地。 用我的名字,那个旅馆名字包了一层楼,我那时用我的名字在。 我这个小孩子,这东西都说不通的。 对于大家的担心,魏力皇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说了,你们不知道。 他说你们不知道啊。 我要马上你走来,他一定说我是逃,畏,畏罪前逃。 只顺畏罪前逃。 我就要在这历史上游。 我就要再带个五天,五天你不管我,你就是不管我了。 他真是带了五天,真是带了。 因为蒋介石估计也知道。 你再不管他,那我就自由。 你们管我到边界五天了。 待过五天,在历史上,他还讲春秋什么, 我讲这个东西了。 然后到五天,我就不是公开了。 我跟你追恋,我们没有关系了。 然而,对于魏力皇的举动,身在南京的蒋介石早已知晓。 1948年12月底,就在魏力皇到达广州的第五天, 广州保安司令找到了魏力皇,称总统有事要见, 让魏力皇速回南京。 在广州待了五天了。 在五天的时候,蒋介石就通知广州省主席宋志文, 把他脚弄回来,回南京,我找他有事,这么讲的。 结果就派了宪兵,把他压,几乎是压回去, 大概南京,几乎。 我再送他上飞机,他不要我跟他去。 你们就在广州吧,我一个人回去。 南京还有家,回到南京呢,回到南京在家里, 外面有一排宪兵,一排宪兵,里面有一个搬着车屋, 给他来讲,这就叫他不要会客, 叫他把他软禁起来,这么样的情况。 17岁的魏道然,不知道被软禁在南京家中的父亲 什么时候才能脱身。 而此时的他,正准备与父亲的老部下, 一起前往香港,因为父亲在去南京前, 给他安排了一项秘密任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名, 宣布隐退,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此时,被软禁在南京家中的魏力皇, 又看到了希望。 李宗仁上台了以后,口口声声要和谈, 口口声声要派和谈,口口声声要放政治派, 李宗仁上台,结果吗? 我大哥就去找李宗仁,就去找李宗仁, 就去找李宗仁,李宗仁吗? 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吗? 这个东西都怪不了他吗? 我给他写条子,马上写个条子, 叫我把他写边撤了。 特务怎么办呢? 他说特务,我在想办法,我管不了特务, 我那写边我管得了。 他是总统嘛,我自己写个条, 把写边撤了。 特务就说,他是带总统, 他不能直接,我要听我的顶头上市。 后来本来在那个房子里面, 后来自己自动把那个出户里离开。 虽然获得了自由, 但是对蒋介石的势力依然不能放松。 而早在1948年的12月25日, 中共电台公布了43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魏李皇的名字排列在第13位。 在国共双方的压力之下, 魏李皇决定按计划秘密前往香港。 从南京做汽车到上海, 火车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 怎么办呢? 他一个胡子很出名, 他这个事情在想办法, 他有插摩,他边上的人很多, 他想个什么办法呢? 你把那些胡子踢得行, 这个行,搬得到, 我踢了。 这个的话带个围巾, 坐在汽车上, 他还有他老部下多, 老部下都经过作战的, 就驱车到了上海, 到上海住在一个亲戚家里, 赶快弄了船票, 弄了英国船票。 这个事情他比较, 因为他是军人出身, 他不是文的, 文的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他说这些计划还满行。 1949年春节, 经过乔庄后的魏力皇夫妇, 带着自己的老部下, 乘坐英国轮船来到香港。 此时, 18岁的魏道然, 已经在码头等待着父亲了。 就在一个月前, 魏力皇从广州被押回南京的时候, 就暗示儿子魏道然, 先去香港。 他已经暗示我们在香港, 一个姐姐, 你们到香港去看看弄个房子, 弄个住处, 很混乱。 你们能够住处, 弄个房子, 你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 我也, 他还有识言丢下来了, 我就拉了一个老秘书, 我们就到香港去, 探探路子, 踩踩点啊, 看看情况。 一个多月嘛, 时间过得很快, 动作要很快地行。 先是用假名住在旅馆, 而后又住在夫人韩全华亲戚的房子里, 魏力皇一家身居简出, 在香港过着低调的生活。 虽然是香港, 但是危险处处存在。 1949年9月, 魏力皇的老友, 爱国民主人士杨洁, 在香港的遇害, 让一家人紧张起来。 杨洁呢, 要从昆明到香港, 由香港参加全国第一次建国开政协会。 杨洁是出名的民主人士, 最恨蒋介石, 蒋介石也恨他。 他也跟我老爸关系特别好, 所以我老爸的命运人家, 蒋介石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你一定能去跟你跟蒋介石, 关系不好的人跟你在身边。 好了, 到了他知道了, 有人告诉他之后, 他说我要去找他, 我就把他找回来, 就带了一个他的秘书, 两个人就去了。 去了, 杨洁不在家, 在家也就没事了, 杨洁不在家。 杨洁不在家以后, 他就留个条, 留个条, 你见字就赶快到我这儿来, 有这么一个条。 结果走了以后呢, 晚上杨洁就被刺杀。 杨洁就被刺杀, 香港很紧张, 跟国民党关系不好, 很紧张的。 香港动用很大的, 香港动用很大的, 香港政府动用很大的力量, 压制国民党在香港的力量。 基本上, 重要特务都让他驱逐跑了。 但是呢, 所有的国民党在香港的左派, 都比较紧张。 暗中的国民党特务, 给身在香港的魏力皇一家, 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 不久之后, 一部名为《精灵春梦》的小说, 又一次, 让魏力皇受到不少人的猜疑。 最开始是在报纸上连赛。 他的名字就叫唐人, 做展名叫唐人, 从头到尾把讲的是骂得够呛, 把讲的是所谓的文称武将, 各个都骂, 各个都贬低, 丑化。 只有没有提到他, 那就是你干的, 一定是你干的, 你又住在唐人兴村, 那么多人爱骂, 就你们呀, 那这一定是你看的。 而且你的很多内幕消息, 因为你知道。 那干嘛他骂那么多人, 不骂你呢? 哎, 这是什么事情。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我怕我们老婆呢, 我老婆呢, 赖在你头上, 你怎么办呢? 我不是我弄的嘛,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能写这本书要搞, 要有什么东西, 那搞出来看。 后来知道了, 这个事情后来已经做了, 他是谁写的, 谁写的都知道了, 有名字的。 后来过报纸, 延防春天都公布了, 谁写谁, 是大公包的记载, 喝起来写的, 不是一个人写。 魏力皇知道蒋介石, 一旦听信了谣言, 日后一定会加以报复。 于是, 他告诫家人, 如果走在路上, 再听到有人说, 那不是魏力皇嘛, 一定不要回头, 更不要左顾右盼, 免惹是非。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此时, 身在香港的魏力皇得知消息后, 感慨万分。 于是, 在10月3日, 给毛泽东发了一封贺电, 对于祖国诞生的新政权, 魏力皇忠心向往。 香港的地下组织来跟他讲话, 左派来跟他讲话, 说你东西你要表示表示, 他说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这个国民党是没有希望, 我跟他讲话都没有关系的, 我跟他讲话都没有关系的, 现在我同意, 那么他说大家都有电报拥护, 你也只不可以打个电, 行,我同意, 他就打个电, 他这个电文呢, 跟现在发表的电文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因为他发的时候, 他写好了稿, 交给这个中共的地下人, 他自己发不过来, 那么人家要把它秀, 去动一动的, 好像跟我看的是原来那不太一样, 基本上一样, 一般发电报, 他是发给毛主席的, 一般都没有回电, 就是打这种, 祝货电报没有回电, 就是在报纸上登个, 受到什么东西的感觉, 他有回电的。 接到毛泽东的回电, 魏力黄心晴十分激动, 想要回到祖国的念头, 在他心中燃起, 然而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当时他没有, 没有动, 当时很乱, 当时很乱了, 当时很乱, 没有, 他也考虑这个, 有很多人劝他这个事情, 很多人劝他这个事情, 当时呢, 他呢, 跟国民党的事情没解决, 那个灾犯问题也没弄好, 那么, 你送清凌他们回来, 龙云他们回来, 人家主席有幸, 没有找到他。 而在1949年8月13日, 黄少洪、龙云等44人, 在香港通电起义, 并发表了,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 与主张的书面声明, 并在声明上签字。 然而, 就在声明发布后, 大家看到, 在44人签名的后面, 还加住了一个括号, 写的是《魏力皇除外》。 这是宣布中讲特别关系, 他都是国民党的高官, 跟讲的亲近, 44个人。 其实呢, 当时我还在香港, 49年, 我还在香港啊, 结果呢, 发表的很长, 很长啊, 我当时呢, 不完全看得清楚, 但是我老爸他们看清楚了, 我的岳父他们看清楚了, 我岳父其中就是这40人之中之一。 看到最后呢, 有个括号, 魏力皇除外。 他觉得奇怪, 这个东西谁, 这是谁干的事情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嘛, 他那个里头都是他的书人。 我岳父也讲了, 我岳父也说了, 我岳父也讲了, 我那个原稿说, 我起草之一啊, 这个东西没有, 怎么后面出的这个东西来了? 这个东西, 这不是奇怪不奇怪了。 看到名单后的魏力皇非常愤怒, 是谁在最后加上魏力皇除外自演的, 就连起草名单的当事人也不知道。 但是, 在台湾, 这份名单, 却让对魏力皇一直有看法的蒋介石, 改变了想法。 他还坐在饭桌呢, 挺不高兴, 所以拿我开心吗? 好了, 出来不得了了, 出了副尊用的。 这个东西就报到蒋, 蒋也知道, 四十个都是他的人嘛, 报到蒋那个东西了, 后来多个阔胡, 魏某能除外, 就表示他不赞成的。 谁看的不知道, 蒋不知道, 我们老爷也不知道。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还四十四个人, 能相当好几万, 上千上万呢。 还有郭明当年元老, 就是元老级的了, 就是在广州参加了, 深圳上元老级的了。 有十几个人就写信给讲了, 后来这个人, 他们看到现在, 后来改革开放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他们都看到这个信了, 大概十一到十二个人, 元老。 就说呢, 大义就说, 大义就说, 大义啊, 这个东北的事情呢, 周人也不在位。 第二件事呢, 后来还有一个阔胡的问题, 还有一个阔胡之事, 他还有一个阔胡了, 他不但没有参加, 他还有一个阔胡, 他另外呢。 所以你不能让他流落在香港了, 原话就是这个事情。 最后你要不去弄的, 一定让共产党统战走了, 就是明摆的了, 写给讲, 讲开了一个批个东西, 教程能办。 这个是整不得了, 我当时在想吧, 懒不但怕他就布下来了, 找他, 这个事情引出来的。 名单后的特别家住, 成为了一个至今也解不开的米。 可是接踵而至的访客, 又让魏力皇更加恼火。 跟在父亲身边的魏道然知道, 这些人都是蒋介石派来, 拉拢魏力皇去台湾的说客。 但是呢, 我不卖这个账, 我跟他俩关系没有。 我是国民党开除了, 车子也插办了, 我们事情没解决了, 我们就在那儿待着。 而且那国民党他还讲, 你自己不改革, 你自己没有路手。 他还讲呢, 在饭桌上还讲这个东西呢, 很厉害的, 把台湾的人给他骂得够呛的。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都发气牢骚了。 这件事就是完全外达, 外达证兆, 完全一点不知道。 他自己很难说。 当时进步人士, 左派人士是非常红的, 很红,很神奇的。 你把他出外, 你不是再弄他吗? 到现在不知道谁干的。 然而, 在祖国大陆, 有一个人同样在关注着这一切。 他更希望魏力皇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5年初, 隐居香港的魏力皇, 收到了夫人韩全华侄女韩德庄的一份买信。 说, 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 叫我写信, 请姨父姨母回来。 看到信后, 魏力皇随即想到了这位太原认识的朋友, 他就是周恩来。 接到了期望已久的回国邀请, 魏力皇自然非常激动。 不久, 中共香港地下党找到了他。 当询问起对于回国还有什么顾虑时, 魏力皇想到了1948年的12月25日, 中共广播中已经把自己列为了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后来就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公布, 你当时就不好办, 李宗人就不敢放你。 当时, 后来总理也讲, 毛主席都讲的。 因为知道你在南京很困难, 只要把你关起来了。 你的罪名是通共。 通共问题可大可小, 是吧? 我们要把这些名单撤下来, 你准完。 讲得很清楚。 那么你后来李宗人敢放你, 你自己能走, 蒋介石不管你了。 你的车子插帮不了, 都是有问题, 你也是其中之一嘛。 讲得很清楚这个事情。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这个同僚部的代表来讲, 传达的时候就讲这个东西。 终于, 在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之后, 大家开始计划回国的路线。 为了防止台湾特务阻挠与破坏, 对此次回国的消息严格保密。 魏道然还记得, 1955年3月, 父母只带了一个随从和简单的行李, 坐船悄悄前往澳门, 再从澳门坐车前往广州。 为了不引起注意, 还在香港远东航空学院上学的魏道然, 没有送附近。 我没有在学校练书, 分两步他说了, 分两步, 他走得很急, 是机密的, 不能带很多人。 我还有一个姐姐, 你们都有, 你们都念书, 你们都念书第一, 你要去将来为社会主义建策什么东西, 你这个学业没弄成, 这人不行的。 你们都念书就不会念书, 我先去看情况。 后来他回来讲清楚了, 我再继续再来说, 他说我跟党的关系不断。 后来魏道然得知, 此次父母回国之行的幕后, 有一个人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 总理坐在办公室, 亲自去, 亲自去, 自己弄不了, 完全动员党的力量。 他先到一个地方集中, 咱们两个, 我母亲呢, 先带个随缘, 规定的几天, 带个地方集中, 然后马上再换个地方, 你都是地下工作, 在那地下, 保护你在。 然后到了晚上换船, 坐船, 就专门弄条船, 专门呢, 坐到澳门。 因为有洋街事情在先嘛, 他路上把你打死, 你白死了。 然后到了澳门, 到了澳门呢, 就用澳门完全控制, 就汽车到中山县, 一到中山县呢, 就登报纸了。 你到了政权了嘛。 总理盯着, 他到什么地方, 到中山县, 我必须听你的电话。 很厉害的。 因为他中的那个秘书, 就是我那个表姐, 他也在边上。 他在这一件事情, 中的秘书很多, 但这件事情, 我那个表姐就在那边上。 他坐在办公室, 你到什么地方, 你要告诉我。 很厉害的了, 那当时你的政权没有, 那个不是你的政权, 讲的力量很大, 美国的力量也很大。 你在那里发发牢骚, 没人管, 大家不管你。 你要正要有行动呢, 他就管你了。 1955年3月15日, 当魏力皇夫妇踏上大陆土地的时候, 随即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 4月6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设宴招待。 25日, 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 时隔6年, 回到祖国后的感受, 魏力皇都告诉了留在香港上学的儿子, 魏道然。 毛主席在人家回当请客, 弗洛西洛夫来, 他专门跟毛主席给他介绍, 这是我们合作的老对象, 他叫什么什么什么, 第三次合作还要跟他讲, 他的作用他做在那里, 他主席见了好几回来, 这是以前的路德。 新中国给予了魏力皇极大的信任和荣誉, 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然而, 自1958年开始, 魏力皇的身体每况愈下。 1960年1月17日, 在香港读书的魏道然, 突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随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回到了祖国。 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准备返回香港的时候, 周总理找到了他。 事后, 根据总理说话,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他找我去到, 就在这个地方跟我讲, 你来, 欢迎你回来, 你不是这个事在念, 你爸去世了吗, 你来还是回来好, 什么国家的前途是大的, 我说我在那个地方去航空这个事情不好, 那国家政治有的是办法, 你甭好, 你回来再说吧, 这么说的, 后来又, 他又派人去跟我, 把我的母亲, 我的大哥, 我的二哥, 就找到一起, 又传达了一遍, 说你的姐姐呢, 她们都嫁人了, 她有孩子, 那就随便她们愿意不愿意了, 你这个儿子呢, 你不就劝劝东人呢, 赶紧回来算了吗。 魏道然夫妇留了下来, 并在东棉花胡同的这所四合院内, 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直到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